血液循环是用来满足氧气和氧分的供应 一个人一旦缺了氧分和氧气 那么这个人就马上的会出生命危险 所以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 你需要思考的不是这个人得了什么病 因为无论他得了什么病 得了就是得了 你已经解决不了了 你只有想办法帮助新的组织生长来替换旧的 这个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认知 打个比方 好像这个电灯泡 如果它突然之间烧了 能不能把它修好呢 其实是做不到的 你请爱迪生来修这个灯泡 它都修不好 但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目光转移 如果我们的目标不是治这个病 我们的目标不是把这个灯泡修好 我们的目标是让这个房间重新变亮 各位这方向是不一样的 把这个病治好 可能很困难 但是让人恢复健康 就未必很困难 把这个灯泡修好 可能很困难 但是让这个环境重新变亮 未必很困难 我们只需要换一个灯泡 就可以让这个环境重新变亮 正确的去掌握大自然给我们的恩赐 那些天然的食物 我们曾经仰赖它 从婴儿变成了成人 我们仰赖它 长出了身体的五脏六腑 所以一旦我们的五脏六腑 有些什么损伤 我们也必须仰赖它 来进行修补 所以现在呢 我们就要强调 这个食物 食物当中的营养不足 就意味着构成细胞 构成血液 构成血管 构成神经系统 免疫系统所需要的材料不足 也就意味着这些系统 这些组织会受到伤害 也就意味着会累积成慢性疾病 不同的人 实际上他的营养是需求不一样的 打个比方 一个人今天出差 坐飞机 到另外一个城市 跟人谈判 忙了一整天 跟他另外一天 待在家里听音乐 放松 这两天 身体的消耗是完全不一样的 可是呢 这个人很可能 在这两天吃的东西是一样的 这就意味着 其中有某一天 身体所需要的东西 他没有及时的完整的获得 身体消耗的比较多的 他没有及时补充 人与人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差异 很多时候我经常看到一家人 老人 小孩 大人 坐在一起吃饭 老年人 一天没有做什么事情 小孩也吃那些东西 年纪那么大了 消化能力那么差了 也吃那些东西 大人 中年人 每天应付着这么多的压力 也吃这些东西 小孩 每天快快乐乐的生活 也吃这些东西 这三个人 坐在一起吃 吃同样的东西 甚至吃的量 可能也相差不大 那么就意味着 其中 有其中的某个人 营养 有可能已经严重的失衡了 在自然界里面 不会有这种现象 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动物 会围在一个桌子吃东西 他们不会吃共同的东西 他们时常根据自己的需要 去选择食物